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余愛粉絲 可以聽到嗎 可以來余愛粉絲你好 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這邊聲音好低呀 你聽到了嗎 等一下我這邊聲音好低呀 你要把YouTube聲音關掉 YouTube的聲音關掉 我關掉了呀 那你聽到我聲音了嗎 我可以聽到但是聲音非常小 那你可以把我的聲音調大 它有一個調聲音的鈕 你可以按我的那個 圖像可以調聲音 調到了嗎 沒有但是我就是這麼說吧 反正隱約是可以聽到的 好聽到就好 好來這個余愛粉絲你好 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是現在在上海 30多歲 30多歲在上海的這個妹子 那個 那個上海妹子 你想說什麼 今天女生好多喔 因為前段時間我關注台灣的這個新聞 有兩件事情讓我特別的生氣 但是好像台灣的國民黨的一些群體並沒有 好像對這個事情很反感 什麼新聞 一個就是那個蔡英文 蔡英文他在那個 孫中山的那個 人像面前去招待那個 變性的那個 那個冠軍嗎 叫尼薇雅 然後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 他是變裝 變裝冠軍 我又聽不到了 他是變裝不是變性 但是 他是不是變性啊 但是他是變裝的冠軍 不是變性的冠軍 總之因為我沒有詳細去了解這個事情 沒關係你說 然後我就看了一個 大概的新聞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對孫中山非常的不尊重 因為他算是你們的國父嘛 也算是對於我們來講也是非常尊重的一個人物 然後我之前看到你去天安門 然後孫中山頭像也是在我們這邊非常受敬仰的 對吧 但是我覺得台灣怎麼能這麼對待他 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賴靖德在他的這個就職演長的 我接接新人好不好今天 喔 你要把YouTube聲音關掉 妹子你把YouTube聲音關掉 等一下喔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你聲音小了 你沒關YouTube 可能是我開那個藍牙音響的 所以沒注意到 好 那你現在聽到聲音了嗎 清楚嗎 不清楚 反正是非常小 好 好來 第二個是 賴靖德怎樣 我大概知道了 可能是我用的是手機的這個原因 OK 好 反正不管了 第二個就是賴靖德他在那個就職演講的時候他說 一開頭就說 1949年的今天台灣實施禁言全面進入專制的黑暗時代 那他的這個表述呢就是 1949年 你們這些外省人 帶給了台灣的是黑暗 那一直到了1996年 那台獨的李登輝上台之後 台灣才有了光明 對 那你們這些外省人呢就是敵人 是迫害者 對吧 然後沒有反應 所有的台灣的這個 國民黨的 這些群體 沒有人出來去指責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既然他把你已經定位了 那你的定位就是台灣的迫害者 那現在我們這個本土的這個台灣人現在上台了 對吧 那你們這些迫害者就去給我當二等國民吧 那以後如果戰場讓二選一去當炮 去做那個 炮灰的時候 那肯定是選你們外省人上嘛 對吧 對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沒有人來去 去講這個事情 所以這兩個事情呢 我就想 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今天大概就是 就是來反應這兩個事情嘛 因為 我覺得這個頻道有很多的這個 國民黨的支持者 然後 一直堅持著中華民族 這件事情的一些 聽眾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應該想一想 你不要以為在台灣 我們跟台灣的 本土民眾 是一樣的 我們一起來建設台灣嘛 現在別人已經把你列為首要敵人了 而且我們昨天的他們的公眾演講裡面很多人都會說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就是已經把國民黨 在裡面開會的這些國民黨叫做 中國國民黨 他們的敵我意識已經非常明顯了 對 所以我們不是說一件事情嗎 回來了我們就高興 不回來對我們沒有損失 也不給我半塊的這個土地是吧 所以我們只是一種情緒上的這種利益 但是對於你們在台灣的 過去的外省人來講 這個就是非常 就已經 非常影響到你們實際的利益了 對 你看得很清楚 比國民黨的都清楚 對 我就希望很多站在中間的人 能夠 能夠往 藍色這邊 能夠來一點 至少大家就是 集中一下精力 認清楚這個敵我的這個關係嘛 對吧 很難啦 妹子 很難啦 因為現在在台灣的整個氛圍 中國才是敵人了 我 我其實在一些綠媒的這個評論區下面看到了很多的評論 他是說 國民黨就是首要敵人 他的這個 敵人的重要性是比中共的這個敵人還要 還要高的 不對不對 就是 就是從賴清德上台之後 你 這些 這些評論才會才出現的 妹子我跟你解釋一下 國民黨是主要敵人為什麼 因為 民進黨他沒有辦法打倒中國 但他可以打倒國民黨 所以他把中國當成敵人 啊 他好像是那個撒旦 那國民黨是撒旦的化身 所以他沒有辦法打倒撒旦 但他可以打倒撒旦的化身 你懂嗎 是這個概念 對 那這邊也應該反抗呀 對 他反抗嘛 但他反抗無力嘛 然後也笨笨的 大概就是這樣 就算你反抗無力 但是你要從你的意識上去分清楚 我們這個台灣的土地上不是所有的民眾都是平等的 那我們的總統在就職的第一天 那一開頭就已經表述了 1949年的今天 你們這些人 把台灣 給 剝奪了 就是侵略了我們這些 本土的人 對吧 他已經把他的立場擺得非常的明確了 對 對 沒錯 沒錯 然後對於可能大陸的人來講 那我們是見慣了港獨 見慣了藏獨 見慣了江獨 反正就是有很多就是四面八方都有外部勢力的侵入 對吧 就是也不是很那個的 那台灣的這個 統一來講他也並不是有困難度的 就算你有台獨 那你台獨你以後可以到海外去做流亡政府嗎 對吧 對我們的整個大勢來講是不影響的嗎 對吧 那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那你們是很嚴重的 你們只有統一了之後 你們都是中國公民 大家都是平等的 是 是 是啦 對對對 反正我我大概就講這些 因為我現在也不太能聽到你的聲音 大概就這麼說吧 好好 歡迎這個妹子你以後再上麥 你看試試看你 默默看Discord 他也許有擴音功能你可以用 或者以後用耳機來接 對對對 應該有擴音功能 但是我 我是第一次用嘛 所以沒搞清楚 好好好 非常謝謝你啊 謝謝這個妹子 好 拜拜 拜拜 好來 下一位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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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 剛好 是 感谢观看